推示,事件是由巡洋咸鱼根据其他记载推测而来 推时,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巡洋咸鱼推测而来 人物年龄,史书记载年龄皆为虚岁 习惯周岁的人可以脑洞减一 公元161年,刘备出生于幽州卓郡卓县丽亭 一个刘氏宗族居住的村子 父亲早亡,家到中落 少年刘备与母亲虽受叔叔资助 仍需知习贩侣补贴家用 公元175年,刘备15岁与童宗兄弟刘德燃 拜入同乡名市卢职门下,并结识公孙赞 公元176年,刘备16岁返乡,结交豪杰 乡里少年争相依附,如关羽、张飞和简庸等 后得中山马商张世平苏双资助,建立私人武装 在此期间,公孙赞出任捉令 公元184年,刘备24岁领兵从校尉邹靖 讨伐黄金军,因战功奉安喜卫,属济州中山国 另一说,公元187年,张纯在幽州起兵叛乱 刘备27岁,从某青州从事讨张纯,战后因功 奉安喜卫,属济州中山国 此事仅见点掠,三国治及华阳国治均不取 公元188年,刘备28岁,腹气痛打都由后,弃关逃亡 朝廷呢,筹备阅兵 刘备28岁,带兵前往洛阳,接受朝廷改编 并结识曹操 岳尹担任车骑将军何苗府长使 弟子千昭随其至洛阳 刘备与千昭相识 刘备随同曹操去乔佩征兵 10月洛阳阅兵后,刘备同属于大将军何晋 公元189年,刘备29岁,随关秋义前往扬州丹阳郡征兵 途径下批时,栗战叛军有功,获任夏密城 属青州北海国 刘备被免官,朝廷再启用任命为高堂位 属青州平原国,护迁高堂令 一为北海向孔中到任后奏免刘备夏密城 而朝廷再以刘备转败至高堂 公元190年,刘备30岁,追随青州刺史交和 起兵讨伐董卓,因青州黄金趁机而起 交和有半路折返,讨伐黄金 交和好清潭,军事无能,昼军残破 公元1902年,交和逝世 公孙瓒二下冀州,高堂县为黄金贼所破 刘备32岁,投奔公孙瓒 公孙瓒拜刘备为别布司马,赴屯高堂 为袁绍曹操所拜 刘备从公孙瓒至青州刺史田凯入平原 拜平原令,赵云田宇随刘备 后阴战功刘备签为平原巷 原平原巷陈记住徐州投桃签 刘备治理平原国,深得民心 公元1903年,刘备33岁 上半年,被喊向孔荣在都昌县 被黄金军管害包围 孔荣派太史慈去平原国找刘备求援 刘备调派三千精兵给太史慈管害退兵 孔荣得以解围 脏红攻克平原,刘备和田凯东屯齐地 下半年,眼周刺史曹操一发渠州 徐州墓陶谦在鹏城不敌曹操 向田凯刘备求援 田凯与刘备率军抵达徐州 曹操实在下批屠城 年末因断粮而自行退兵 公元1904年,刘备34岁 陶谦给刘备四千丹阳兵 刘备归附陶谦囤小配以防备曹操 田玉随田凯返回荆州 赵云可能是此时以凶桑为由 辞官回济州 刘备在徐州时 与师叔郑玄前平原相陈济相见 刘备避陈济之子陈群为别家从事 又举陈俊明氏袁幻为茂菜 曹操二发徐州 改从泰山入狼牙 屠城略地直东海 刘备从小配改至檀县 与陶谦部将曹豹在城外防守 仍不敌曹操 后因吕布夺取衍州 曹操急忙撤兵 六月陶谦病逝 让弥竹迎接刘备入属徐州 刘备迁至所到夏批 以曹豹为夏批相 玉与陈登共图大业 刘备势力范围只有徐州的夏批 鹏城广陵徐州的小配 昌霸占领东海 脏霸占据狼牙都与刘备结盟 勾元195年 刘备35岁上半年 吕布为曹操所败 逃出衍州投奔刘备 下半年 元树出兵侵占广陵 刘备留下张飞曹豹手下批 自己亲自率军迎战元树 公元196年 刘备36岁 刘备在虚移 怀因连续被元树击败 同时 元树又怂恿吕布偷袭夏批 恰好张飞与曹保内讧 曹豹等单阳兵将 迎吕布入夏批 张飞败走 吕布俘虏刘备妻子儿女 刘备败退至海西 军中断粮 士兵相识困顿至极 幸得弥竹资助 得以重振旗鼓 为谋出路 刘备向吕布求和 吕布恰好对元树固满 便同意和解 并让刘备囤兵小佩 元树派激凌 率步骑兵五万 攻打小佩 吕布亲自率军抵达小佩劝和 原门射击 激凌退兵 下半年 刘备在小佩收集散兵 吕布猜忌刘备 欲图复仇 重夺夏批 便先发制人 刘备不敌吕布 转投许都朝廷 此时 许都朝廷为司空曹操所掌控 曹操表奏刘备为豫州墓 拜镇东将军 增调兵粮 再囤小佩 以防卫旅步 陈道加入 这是刘备第二次临豫州 上次是陶谦表奏 这次是朝廷任命 所以识人常称刘备为刘豫州 之前刘备只有小佩一帝 此时刘备对豫州的可控范围更大一些 陈道可能是此时加入刘备 公元197年 刘备37岁 上半年 吕布斩元术使者韩进 向许都示好 曹操刘备吕布 暂时和解 陈灯处使许都 获封广临太守 元术发兵七道 讨拔吕布 吕布用陈规的反剑计 说服杨凤和韩仙反水 击败元术大军 公元198年 刘备38岁 春 吕布使人至河内买马 刘备派人抢夺 以激怒吕布 杨凤和韩仙断粮欲走 吕布唆使他们去小沛割脉 以报复刘备 5月 刘备邀请杨凤见面 趁机斩杀 寒险北逃 欲往冰州 途经佩国 祝秋县为臀帅张轩所杀 7月 吕布终于按捺不住 派高顺张辽进攻刘备 曹操实在罚南洋张秀 派遣夏侯敦 增援小沛 9月 高顺张辽攻破小沛 刘备夏侯敦逃出 刘备妻子再度被俘 10月 曹操亲征吕布 刘备与曹操在梁国境内相遇 曹操击败吕布军 秦获酬鞋成莲 禁围夏批 曹操永寻有国家之机 水淹夏批 10月24日 夏批城破 吕布被曹操处死 原记是记录在次年正月 赃霸率军救援吕布 吕布死后 赃霸逃跑失败 也被抓捕 曹操不计前嫌 任命赃霸及其党羽 出任徐州地方太守 当初 衍州将领徐熙毛辉 背叛曹操 追随吕布 此时他们也尾身于赃霸 曹操得知此事后 意气难平 让刘备去找赃霸 讨要此二人的首级 赃霸对刘备说 我能在这里立足 绝不是靠出卖朋友换来的 希望刘将军能跟曹公说说情 刘备返回后如实相告 曹操敬重义事 于是也原谅徐熙毛辉 同样任命他们为太守 建安四年 公元199年 刘备39岁 刘备随曹操返回许都 曹操表刘备为左将军 礼之欲众 出则同语 作则同习 刘备与车吉将军董成 仲吉 吴子兰 王子福等人结盟 受一代赵谋杀曹操 曹操邀请刘备欢艳 对刘备说 天下英雄 只有自己与刘备 袁绍这类人 不足熟也 刘备误以为泄密 惊得手中筷子落地 当时天空雷震 刘备借惊雷掩饰 上半年 袁术自愧 遇北投袁绍 曹操派刘备 朱灵陆昭 截击袁术 袁术不能通过 返回江亭 六月病死 其残部归属 卢江太守刘勋 朱灵陆昭返回许都 而刘备袭杀 徐州刺史车咒 战据夏批 派孙前结盟袁绍 又联络东海昌霸结盟 自首小沛 以关羽守夏批 曹操派将军 刘代王忠 讨伐刘备 不克 被刘备击败 公元二二零年 刘备四十岁 正月一代赵始发 董成等人被驻杀 曹操正准备 与袁绍战 为稳定后方 亲自率军讨伐刘备 刘备北陶 投奔袁绍 曹操领军至夏批 生擒关羽 刘备抵达青州 圆坛亲自领兵 迎接刘备至平原 再护纵刘备至夜城 袁绍也出城两百里相迎 赵云重新加入 帮助刘备筹击兵马 袁绍大将炎梁渡河 进攻白马县 曹操亲自率军救援 由寻忧画策 徐晃张辽关羽迎战 关羽于万军之中 刺死炎梁 曹操牵白马百姓 向炎金撤退 袁绍又派大将文丑 与刘备渡河 追击曹操军 曹操又用计斩杀文丑 袁绍连续损失两员大将 军中震动 曹操表作关羽为汉寿停后 而关羽仍不忘雇主 斩炎梁立功报答曹操后 决定封起所赐 拜书告辞 重投刘备 曹操得之后 称赞关羽为义士 不许追杀 关渡之战期间 刘备奉袁绍之命 去汝南联合黄金军刘僻 侵扰许渡周围 却被曹人击败 刘备返回袁绍处 看出袁绍军内部复合 早晚必败 于是自请南下联合刘表 袁绍允许 刘备第二次进入汝南 联合黄金军攻都 聚众数千人 曹操派将军蔡羊讨拔 为刘备所杀 公元201年 刘备41岁 自去年10月 曹操在关渡战胜至本年4月 曹操追击袁绍 指苍廷再败袁绍 9月曹操回许都 随即南征刘备 刘备自知不敌 在南投荆州刘表 刘备派弥竹孙前通知刘表 刘表亲自在城外迎接刘备 以上兵之礼相待 又给刘备增兵 驻守新爷 以抵御曹军 公元202年 刘备42岁 4月 袁绍病逝 其子袁尚统领济州 长子袁谭不服 兄弟相征 公元203年 刘备43岁 4月 刘备趁曹操北伐 袁尚兄弟时 也进军至夜县 曹操派夏侯敦 于晋 李典等人迎战 刘备退兵至伯望时 用伏兵击败夏侯敦和于晋 公元204至206年 刘备44到46岁 这三年底 刘备无所事事 只能与寄遇在相反一带的 明氏司马辉 徐树等人携交 越来越多的荆州豪杰 归心于刘备 引起刘备猜忌 未尽誓语中 更有马月谈息的故事 说是刘备部下 宽月菜茂 计划在宴会上偷袭刘备 刘备察觉后 骑马逃亡 在襄阳城西 谈西幸运脱险 公元207年 刘备47岁 曹操出兵远征乌环 刘备劝刘备趁机袭击 未被采纳 曹操得胜办事后 刘备后悔 未把握战机 刘备又劝慰刘备说 还有机会 即便如此 刘备也感慨 岁月蹉跎 功业未见 岁有必肉之叹 徐树投奔刘备于心野 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 刘备三次去龙中草庐 拜访诸葛亮 咨询天下大事 在第三次见到诸葛亮 诸葛亮提出龙中队 并出山辅佐刘备 刘备长子刘奇 为菜市所诋毁 听从诸葛亮的建议 求得江夏太守出任地方 公元208年 刘备48岁 刘表病重 又将荆州托付给刘备的意向 刘备委婉拒绝 刘奇返回襄阳遇见父亲 被张云所阻挡 哭泣而去 7月 曹操南征刘表抵达晚城 8月 刘表病死 刘表之子刘从继位 宣布向曹操投降 刘备屯兵于樊城 得知消息后 弃城逃亡 在襄阳城下 刘备拒绝诸葛亮的绑架刘从 夺取襄阳的建议 败继刘表幕后 继续难撤 计划夺取江陵 一路追随刘备逃难的襄阳官吏 百姓打十余万 行军速度极慢 有人劝刘备舍弃百姓 先入江陵 刘备拒绝 改派关羽率水军先去江陵 在当阳县长坂 孙权使者鲁肃见到刘备 鲁肃劝刘备与孙权结盟 不久 曹操军虎抱骑统帅曹纯 率青旗五千 追上刘备 刘备军不敌 仓皇向东 逃向汗水渡口 在长坂坡之战时 赵云保护甘妇人和鄂斗脱险 张飞领二十骑兵 拒水断桥阻挡曹军 徐树投奔曹操 刘备等人 遇到关羽的水军 得以渡过汗水 又与刘夕万余人会师 曹操占据江陵 刘备抵达下口 派诸葛亮随鲁肃到柴桑 与孙权结盟 经过鲁肃的建议 在得到周瑜的支持后 孙权最终决定联合刘备 对抗曹操 并派周瑜成谱 率军三万 增援刘备 十二月 孙刘连军在赤壁至乌林一线 以火攻大破曹军 史称赤壁之战 曹操在八丘烧船返回江陵 孙刘连军顺将坠迹 同元二零九年 刘备四十九岁 曹操撤出荆州 刘曹仁镇守江陵 周瑜成谱 围攻江陵 刘备表留其为荆州刺史 又讨平京南四郡 陵陵贵阳 武陵和长沙 荆州文臣武将 多归附刘备 辱黄中等 卢江雷续 率不娶数万人 归附刘备 刘备又任命关羽为 襄阳太守 张飞为遗毒太守 在江陵外围囤兵 配合周瑜作战 以断绝曹军增援 本年末 曹仁弃守江陵 李通率军南下突破关羽围堵 救出曹仁 孙权拜周瑜为南郡太守 偏将军 成谱为江夏太守 皮将军 周瑜分江陵南岸给刘备 刘备改江游口为公安 以此为治所 孙权以黄盖陵武宁太守 刘备拜陵陵太守豪浦 贵阳太守赵云 长沙太守廖立 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 致林征 都辞三郡 刘奇并示 荆州故立 用户刘备为荆州目 刘备为此不听诸葛亮劝阻 亲自冒险前往京城 与孙权上议 果然 周瑜 吕范等人向孙权提出扣押刘备的建议 幸亏此时 孙权亲信鲁肃 采纳鲁肃的建议 团结刘备稳固抗朝联盟 孙权表奏刘备为荆州目 并将妹妹孙氏嫁给刘备 刘备也表奏孙权为徐州目 车其将军 公元210年 刘备50岁 周瑜至京城见孙权谋划入蜀室 返回路过八丘时病逝 城浦鲁肃急入江陵 以防刘备夺城 经过谈判 刘备拿到江陵 以张飞为南郡太守 但是孙权以长沙郡北为汉长郡 让鲁肃领太守 江夏郡以北是文聘所控制 以南在城浦手里 长沙北几个县 也长期是孙权控制 刘备拒绝孙权提出的入蜀计划 甚至阻挡孙瑜的军队西进 奸安16年 公元211年 刘备51岁 一周末刘彰派法政和孟达 邀请刘备入蜀 刘备带着军师庞统等人 和法政入蜀 孟达留在江陵 刘备路过江州时 奄奄感慨 此所谓独坐穷山 放虎自卫 孙权愤恨之余 也派吕黛等人入蜀 刘彰在福建接见刘备 两人欢宴百余日 刘备认为人心尚未信服 拒绝法政等偷袭刘彰的建议 欢宴之后 刘彰返回成都 刘备进军加盟官 并未立即讨伐汉中张鲁 反而在此地后述恩德 售卖民心 刘彰部将 白水都杨怀多次向刘彰揭发此事 公元212年 刘备52岁 建安17年10月 曹操东征孙权 吕黛等人接到消息后 离开蜀地 而刘备趁机向刘彰借兵粮 刘彰不快 只给了一半 同时 张松暗通刘备事发 被刘彰斩杀 刘备与刘彰关系彻底恶化 12月 刘备又杀刘彰的部将 杨怀高培 在分兵占据白水关 刘霍骏守加盟官 自领兵与黄中卓英 直取扶城 刘备连战连胜 攻至棉竹 督将李延与吴毅 费官等人 现后倒戈投降刘备 刘备派将领分军出击 平定一州各郡县 诸葛亮率张飞赵云和刘峰等入属 诸葛亮攻破江州 然后在分兵三路 诸葛亮沿浮江取德阳 张飞攻取八郡 赵云攻取前为等郡 建安18年 公元213年 刘备53岁 刘备围攻刘巡镇守的落成 在城外勤斩仗任 庞统在攻城时 不幸重见身亡 刘备围攻落成将近一年 终于破城 刘备与诸葛亮等人 惠师成都城下 李辉奉命去汉中结交张鲁 期间劝说马超投降刘备 马超先去武都 再辗转入属 刘备派人领兵迎接马超 再让马超领兵直到城北 以震慑成都授军 刘备派简庸进城劝降 刘彰派张义出城谈判 在得到刘备的安民承诺后 刘彰在简庸的陪同下 出城投降 刘备得一周后 大赏将士谋臣 皆处之显任 尽其弃能 有志之士 无不敬劝 刘备听从赵云建议 将成都内外的田宅房产 归还百姓 以安民心 公元215年 刘备55岁 建安20年 孙权听闻刘备得到属地后 便让诸葛锦出面 要求归还荆州驻军 刘备推辞说 我准备夺取梁州 等我拿下梁州 我就把荆州全部给你 孙权认为这是假意虚词 便设京南 长沙 零零 贵阳 三部长力 全部被关羽去逐 孙权便派吕蒙 用武力夺取三军 关羽率军与吴军对峙 刘备临训 率军出属抵达公安 令关羽进军一仰 7月 曹操攻克汉中 张鲁逃入八地 考虑到属地安危 刘备主动派出使者 与孙权和谈 孙权令诸葛锦主持谈判 最终分荆州 长沙 江夏 贵阳 东属泉 南郡0050 西属辈 香水之盟结束后 刘备率军回到江州 11月 刘备听从皇权建议 迎接张鲁 但为时已晚 张鲁已经与八人首领 意图归降曹操 曹操又派将军张和进入八郡 迁移人口至汉中 刘备派张飞进军荡渠 于瓦口大破张和 张和败回汉中 刘备返回成都 12月 曹操班师刘夏侯渊 镇守汉中 建安21年 公元216年 刘备56岁 刘备制蜀 让诸葛亮和法政刘八 李延一级制定蜀科 建安22年 公元217年 刘备57岁 刘备听从法政建议 禁军汉中 刘备先派雷同 吴兰 任奎等人攻打下辩 张飞屯固山 曹操则派 曹洪 曹修等人领兵对抗 建安23年 公元218年 刘备58岁 曹修认为张飞兵马不足 虚张声势 应该早点进攻 果然一战斩杀雷同 吴兰 任奎 张飞和马超退兵 刘备亲自出征 从征有法政皇权 皇忠 赵云 魏严 陈氏等人 刘诸葛亮镇守成都 夏侯渊镇守杨平关 张河屯兵广石 刘备令精兵分为十部 夜袭张河军营仍不能胜 双方进入僵士阶段 7月曹操率军西征 9月曹军至长安 10月 荆州南阳晚城守将 侯阴叛乱 宣布反曹 曹操派曹人庞德平叛 于是在长安按兵不动 观望汉中和南阳两地局势 刘备按照法政皇权等人谋划 改变战略 屯兵于定军山 剑指南正 逼迫夏侯渊率主力军渡河到山下对峙 建安24年 公元219年 刘备59岁 正月 在定军山下 皇忠斩杀夏侯渊和益州刺史赵勇 领坐赵昂 张河率军退回水北 聚拢残部 与刘备隔水对峙 刘备派陈氏率12营守卫马明格道 徐皇领兵将陈氏击败 引领曹操大军入汉中 三月 曹操抵达阳平关 刘备占据山上 坚守不出 双方也有少量交手 主要打消耗战 诸葛亮听从杨洪建议 男子当战 女子当运 全力支援汉中前线 皇忠与赵云 又许骚扰曹军运输 以少胜多 在汉水破敌 刘备称赵云 子龙一身是胆野 荆州方面 先前 关羽率军北伐围攻襄阳凡城 曹仁困守凡城之内 曹操派于晋去增援曹仁 五月 曹操撤军返回长安 刘备终于得到汉中 派李平和宜都太守孟达 去夺取上庸等东三郡 七月 刘备在缅阳称汉中王 提拔魏延为汉中太守 镇远将军镇守汉中 马朝为左将军 北都邻居 因为举县附近 又派刘峰去上庸 刘备自回成都 八月 水烟弃军 关羽秦渝进 展庞德 千三万降族于江陵 卫震华夏 九月 曹操在夜城查办魏讽案 曹操内忧外患 一度商议迁都 最终决定派徐黄领兵再去增援 并从各地政调军队以救援相反 十月 曹操至洛阳 孙权派使者向曹操示好 愿讨关羽 曹操用董钊记 令徐黄将孙权书信 射入关羽军营中 徐黄与关羽阵前见面都是河东人 当年又在许度共事 互敬兄弟 此时只能各为其主 润十月 曹操派遣殷属 朱盖等十二营抵达前线 徐黄向关羽发动进攻 击退关羽 救出曹人 同时 孙权再次派吕蒙偷袭荆州 镇守公安和江陵的世人弥方投降 玲玲太守豪普也二度投降吕蒙蒙 吕蒙释放于晋等位将交给孙权 居住在公安的刘璋也投奔孙权 关羽退兵之时 听闻江陵陷落 仍不肯信 南下至当阳才得到确信 于是进入迈城 可是为时已晚 孙权已派诸然潘张 赶往邻居 截断关羽入署退路 十二月 关羽 子关平 都督赵磊等人 在张乡被潘张部将 马中勤货 随即军备处死 一说是关羽被升勤后 有左右劝孙权将其杀害 弥竹面赴请罪 刘备劝慰 对他待遇如初 但不久 弥竹既因残恨病死 建安二十五年 公元二二零年 刘备六十一岁 征运 曹操在摩碑劳军结束后 返回洛阳 见到孙权使者送来的 关羽头颅后病逝 曹皮在夜城宣布继位 刘备派遣使者寒然吊焰 曹皮拒绝嗜好断绝来往 七月 孟达不满流风逼迫 率军投位 十月 曹皮代汉称帝 十一月 汉天子流邪拜山羊宫 本年 法政黄中去世 曹皮令下侯上 徐晃孟达讨伐上庸 刘复拒绝孟达劝降 但不敌魏军 败回成都 刘备听诸葛亮建议 以刘复不救关羽 逼走孟达为由 令刘复自裁 刘复死前感慨 恨不庸 孟子肚之言 刘备闻而流泪 张五元年 公元二十一年 刘备六十一岁 四月 刘备称帝 在成都武丹山南行 祭告天地 延续汉座 诸葛亮为丞相 许敬为司徒 马超为票旗将军 张飞为车旗将军 五月 立皇后无事 太子刘善 六月 以刘勇为鲁王 刘夷为梁王 刘备不听赵云等人的劝阻 筹为伐吾 车旗将军张飞在浪中 被部将张达范强刺杀身亡 七月 刘备率军伐吾 孙权派诸葛锦写信求和 刘备盛怒不许 八月 孙权抵达武昌 将于晋送回位 已向曹丕示好 十一月 曹丕加封孙权为吾王 孙权派陆毅为督将 率韩当诸然 潘张孙还 李毅刘夷等将领 迎击刘备 陆毅令李毅刘夷屯兵诬陷 子归 十二月 刘备部将吾班 逢袭击败李毅 攻破诬陷子归 战线向前推进 五零五夕蛮夷 派遣使者联络返吾 原前将军府 关于主部廖淳 也就是廖化 回归刘备 刘备大喜 任命他为夷都太守 张五二年 公元22年 刘备62岁 正月 刘备返回子归 将军吾班 陈氏水军屯一领 夹江东西岸 吾将宋迁等 攻破蜀军五屯 二月 刘备再从子归出军 推进至一道消停驻营 府眶 赵荣 廖淳 富荣等为都将 驻扎在山上 吾班为前锋 领数千人在平地射营 挑战吾军 又派遣侍中马良 前往武陵郡 联络五夕蛮夷 镇北将军黄泉 都江北 以防备卫军南下 四月 曹丕至许昌 观望夷陵局势 润六月 陆毅大败蜀军 将军逢袭张南战死 富荣 成己 断后允难 马良也在军中遇害 损兵八万 刘备逃回子归 收拢残兵 入蜀 八月 黄泉军无法渡江 追随刘备入蜀 被迫率众降位 刘备归咎自己 善待黄泉家属 刘备抵达乌县 武将李毅刘娥等人 继续追击 刘备西至于复县 改名永安 设白历城永安宫 赵云率军抵达永安 吴军撤退 司徒许静 周别驾从事 李朝在成都逝世 九月 孙权拒绝向曹丕送赤子 曹丕下诏 三路伐武 十月 孙权派使者与刘备说和 刘备同意 派太中大夫宗伟使吴 刘备下诏 命诸葛亮在成都 迎南北交 十二月 汉家郡太守黄元 与诸葛亮不和 又听闻刘备病重 举兵作乱 孙权又派使者 太中大夫郑权同好 本年 票旗将军马超 尚书定刘巴逝世 前为太守李延 拜尚书定 并被招致永安 张武三年 公元二三年 刘备六十三岁 二月 丞相诸葛亮 抵达永安 三月 黄元率叛军 进攻林穷县 太子刘善 用至中从事 杨红的建议 派遣将军 陈乎正措 讨伐黄元 黄元大败 被亲兵俘虏 送到成都出战 刘备在病重之时 脱估于 诸葛亮和李延 为亮曰 君才十倍草匹 必能安国 终定大事 若赐子何复 辅之 如其不才 君可自取 亮替契曰 陈赶杰 古贡之利 孝忠贞之杰 祭之以死 先祖又为赵舍后主曰 如与丞相从事 视之如父 李延为中都护 统内外军事 刘震永安 四月二十四日 先祖传时间有误 按诸葛亮集 记载为二十四日 刘备驾崩于永安宫 享年六十三岁 视为昭烈皇帝 五月 刘备的子宫返回成都 太子刘善正式继位 十年十七岁 改元建兴 八月 刘备遗体安葬在成都 称惠岭 陈寿平曰 先祖之弘异宽厚 知人待世 盖有高祖之风 英雄之弃焉 及其举国脱骨于诸葛亮 而心神无二 称君臣之志功 古今之圣鬼也 鸡权干略 不带魏武 是以鸡语一侠 然折而不挠 中不为下折 一魁彼之量 必不容己 非为净利 且以 必害云尔 就什么意思呢 说先祖刘备 为人刚强 坚毅宽厚 在了解和对待人才方面 大概有 汉高祖刘邦的风范 展现出了英雄的气度 他把整个国家和儿子 托付给诸葛亮 而内心却毫无另外的念头 确实是君臣之间最大公无私的举动 古往今来的美好典范 只是他的机敏 全变 才干和谋略 比不上 为武帝曹操 所以最后战友的疆土 也比较狭小 他之所以屡受挫折 而不屈不挠 始终不肯向曹操低头的原因 或许是揣测对方的气量 必定容不下自己 所以其目的不但是要竞争利益 而且也是为了躲避伤害啊